請 朱迪 都有耶 對啊 都滿令人討厭的 讓女生討厭喔 他講女生討厭不是男生喔 快 看前面 我的答案是 三分五十五秒 我的答案是 聽說你 妳怎麼會選這一個 因為 三個都是讓人討厭的對不對 對 妳認為第二名是碎碎唸 通常是我在開車啊 所以我就討厭如果我開車的時候 人家在我旁邊碎碎唸 我非常討厭 重踩油門 急踩煞車的 來 有沒有 你看 管青為什麼不舉 討厭死了 因為他說最讓女生討厭 我身為女生 我覺得情人導航 卻生氣最討厭 為什麼 不是 我覺得男生很容易是說 明明導航說右轉比較快 他就會說我等一下直走 下一個再右轉 我閃一個紅綠燈 對 我會聽她的 有人真的喜歡導航 還要罵導航的 這個事情常發生 而且開車開久 就變神經病了你知道嗎 我說前面六百公尺 請右轉 誰理你啊 那你順便開車 還看導航 還說 那妳看導航幹嘛 對 羅志遠 是 我為什麼認為是C 因為真的很討厭 你假如說很不舒服 一下子很快 因為我怕很快 要不然就仲采 我們很快撞到什麼 我們的臉很重要 這是真的 你靠臉吃飯 是啊 我們都用嘴吃飯 就你靠臉吃飯 對 我靠臉 靠臉吃飯 對 對 以不舒服的感覺來說 C是比較不舒服 好啦 我先去榜片奏 就不要公佈答案了 我覺得很糗 請揭曉 中小隊 被罪孽 為什麼是被罪孽 我沒有成功感 等一下 先等一下 對 恭喜全部淘汰 全部淘汰 好 男生在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以為自己很帥 可是其實女生很反感喔 我們剛剛提到的幾個呢 其實都名列在前五名裡面 不過第二名碎碎唸 女生真的很討厭男生 一邊開車一邊查量 一下子罵旁邊這個人 開車技術真不好 或這個紅燈怎麼頂這麼久呢 或者是一下罵 這個人又是馬路三寶 就會讓女生覺得 這個男生很沒品 那其實剛剛還沒有提到 但是也是名列前五名的 還有另外一樣 那第四名就是沒有跟前車 保持安全距離 同樣的女生都不喜歡 開車很違型的男生 所以還是希望男生 在駕駛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小心了 很方便啊 就是它不會有一條線卡在這裡 而且還很有智慧型的 可以連結你的手機 其實滿好用的 而且點兩下你知道它可以有 你下一手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因為我是摩登原始人 我沒有在用這個 抱歉 抱歉 我只有說到底懂不懂 懂不懂 我不會點都會點那個 其實就是這三個 就C5沒有 來 認為是蘋果手錶的舉手 兩個半 你也舉啊 兩個半 你也選這個 我是無限耳機 你呢 我個人是覺得iPad 因為三個ABC我都有 而且蘋果手錶 我就是隨時帶 就是我可以測我的心率啊 然後它還可以游泳 就是測你消耗的熱量 然後老人家好像會有什麼 摔倒偵測 你一跌倒 它就會幫你call119 對 這三個都有說法 那為什麼賣那麼好的 對啊 好像都很廢一樣 這是的 那我們就揭曉吧 他答對了 對嘛 為什麼 來 尚華告訴我們 好的小小醫子iWatch 它的價格大概要一萬三 或到三萬四這個區間 那很多人買了就想要測血壓 或心跳跟心率 但其實根據現在的研究 看得出來 它只有在測血壓的時候 比較準 它在測心跳跟心率 其實是不太準確的 估計這準確率大概只有67% 偶爾會到92% 那代表它有一定幅度的 不準確性 當然其實我自己也有這個 AirPods掉的經驗 其實這個耳機 掉單邊要告訴大家 你只要掉一隻耳機 再重新回去重買 要兩千三百塊 也滿貴的 手汗 兩千三 不好意思 你有曾經在抱怨嗎 妳要跟我們分享 妳的洗澡順序嗎 沒有 我只是好奇 這是什麼題目 請出題 國外統計發現 洗澡先洗哪個部位的人 個性上容易分析 但是對新事物充滿好奇心 A 洗頭洗臉 B 洗身體 C 洗手掌手臂 洗那個吧 哪個 先洗手掌手臂吧 確定喔 快點喔 沒有時間喔 兩分十七秒 好 我的答案是B 洗手臂 靠屁 超一點出人命的 你知道嗎 洗手掌手臂吧 好了 所以是 B B 洗手掌手臂是C 我後來覺得應該是洗身體 因為我是會見洗身體的人 所以妳覺得妳容易分心嗎 我滿容易分心的 洗頭洗臉的舉手 三個喔 這比較合理吧 對啊 我就是這樣的人 我很容易分心 跟我一樣 對 對 我就是先洗頭洗臉 所以我一定逼自己 就是先洗臉 然後再洗澡 然後我就不會再洗第二次臉 果然妳說 就是會充滿好奇心啊 你在洗手掌手臂的 這個過程當中 一直在懂 你動的時候 就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就容易分心 可能 因為我一直在動 我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可能會開始想 是不是要洗其他的部位啊 對 很忙 洗澡 還有不洗的嗎 還是不是要的 真的不同意 起 揭曉 這我嗎 漂亮 這是日本的一個數據研究發現 其實容易分心 容易有好奇心的人 通常洗澡順序是先洗頭洗臉 那通常會先洗身體的人呢 是比較容易神經質 容易緊張的 先洗手臂的人呢 是你很在乎 跟別人之間的連結跟關心 渴望受到大家的關愛 那最後也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洗澡的時候 習慣先洗腳 甚至先洗你的腳底腳掌的人呢 其實這種人比較有自信 但是過度有自信 有時候很容易是以自我為中心 很可惜 就插這一題 就拿到最後的獎品了 今天要空手而回囉 好 好 那我先選 女生約會穿什麼好 約會穿什麼好 妳要真懂的話 妳就不會單身到現在了 是這個原因嗎 我真的都看錯嗎 約會穿什麼好 來 請一出題 題目是 A 低胸抱乳裝 君索麗 A 低胸抱乳裝 因為我覺得 因為它缺少一些遐想的空間 男生可能去 很喜歡去一些什麼店裡面 看這些裝扮 但是應該不太會希望 自己的女朋友穿得這麼的 什麼店裡面會有這些裝扮 就有至常去的店 待會兒他可以說妳的聲音 圖書館是類的 圖書館 哪一家圖書館帶我們去 沒有 有幾個店 會佈置成圖書館的樣子 這個店我還真沒去過 成哥去過嗎 等一下傳給你 我非去不可 贊同嗎 低胸抱乳裝 這是妳最不喜歡的穿著 請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女生也 趕快拉一下 我沒乳抱沒有關係 是嗎 男生 Donna也覺得對不對 男生是喜歡 男生雖然是視覺的動物 但是也是喜歡這種 有一點遮掩的比較好 為什麼妳不舉 我覺得蠻好的啊 對啊 就對自己身材又有信心 天氣這麼熱 低胸抱乳裝 那妳那位答案是 我覺得是露肚背心吧 因為肚子 根據我的購物專家經驗 我們都講要瘦小腹瘦小腹 所以這個肚子背心 露肚背心露出來 很容易暴露缺點 對 我覺得露肚背心還蠻輕鬆的 而且妳坐下來就 跑出缺點 這答錯就真的悶掉了 請介紹 最無法接受女孩子穿衫嗎 請介紹 好 我們要告訴男生 女生出出約會 絕對NG的穿著喔 女生當然寵愛自己是好的 可是如果你的身上 有一些輕奢精品的配件 很容易讓男生會誤以為 你是拜金女 因此可能就會比較扣分一些 還有有一些女生 想要表現的比較個性 穿著一些嘻哈的風格 或上面有一些大的圖騰跟花樣 也是男生看了會比較不喜歡的穿搭 而最不喜歡的 其實就是看到女生穿低胸暴乳裝 也會讓他們覺得沒有那麼端裝 有七成以上的男生看了 都是打擦以後就不往來了 那男生怎麼穿呢 包括了男生絕對不能穿吊嘎跟背心 或短褲 這樣女生會覺得 你根本沒有把我看在眼裡嘛 就馬上會打擦了 還有呢 男生如果穿著西裝 梳的油頭 也會讓女生覺得 好像在跟主管開會 也比較扣分 另外男生應該覺得 那我穿白T恤 然後搭配牛仔褲 應該OK吧 但是呢 女生這時候就會仔細看 你的臨口還有你的腋下 有沒有黃黃的漢字 如果出現的話呢 就完全不想再聯絡 很多同學在創業 創業年齡 敬意注定 C 這 快 人力銀行 A 二十到十五歲 第二名啊 對 請鎖定 你跟我想的不一樣 對 因為這個是人力銀行 應該是統計我們台灣的嘛 因為其實我在對外念書 在中國那個圈子裡頭 現在創業年齡真的越來越低 就這個 其實台灣也是 我最近這個財經的節目裡面 發現一堆是三十歲以前退休 很多人都做股票 因為股市已經連續 已經賺到幾桶金了這樣 他們也不見得 就是只要他賺的錢每個月的 我們所謂的這個現金流 超過他每個月的薪水 他就退休 所以我看這個東西 我覺得 應該第二個區間 可能是更年輕 而且現在小朋友很流行 斜槓人生 OK 他會具備很多不同的身分 對 大家都覺得靠薪水 要賺錢是很難的 所以現在很多人喜歡創業 那個羅伯 羅伯你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C 應該36到40 是不是我們年齡相仿 對 我們看都是C 我也看是C 對啊 因為本來Suppost 應該是這個年紀嘛 因為第一名 因為冠軍時間二六十到三十 如果他是第一波 網路世代 確實可能 對 絕對可能 對 所以他爬到第一名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是不是 很多YouTuber 都很年輕啊 對 都很年輕啊 只要往下修 他第二名往下修 我們不往上走 對 年輕人覺得 因為我身為七年級生 我也認為是A 而且我們大環境 其實對七年創業 有貸款什麼都還滿友善 二十八五會不會太小 不會 其實大學剛畢業 就可以創業了 一隻手機的創業 你也覺得嗎 杜娜 我猜畢業 因為我覺得 如果他要創業 他需要有一點基本的資金 他可能前面工作了幾年 他又存了一點錢 那如果年紀太大 他可能會因為 也許有家庭的壓力 反而保守了 對 反而比較保守 不敢往前衝 所以我覺得是利益比較小 都有人選 太妙了 創業年齡的冠軍 是二六到三十歲 非常合理 但是第二名是哪個區間呢 請揭曉 十二十到二十五啊 中小禮 好錯啊 好厲害 不錯耶 謝謝 厲害 這是104人力銀行 根據近五年 1.2萬名的創業者 來進行一個調查分析發現 其實呢 三十歲以前創業的人 就佔了這五年的七成之多 這當中呢 其實大家最常創業的品項呢 是餐飲業 餐飲業跟餐館就佔了三成 其他呢還有很多 是在做這服飾啊 零售業之類的 可是呢 比較有趣的是喔 在這個平均的調查當中呢 發現啊 大家呢 平均創業可以成功的年限 大概是四點一年 可是呢 餐飲業也很容易失敗 他們發現呢 很多加盟雞排店的人啊 特別容易 連一個月都經營不下去 最短呢 有一個創業家 他是賣雞排 結果十八天就倒閉了 真校假校集曲 竊影處理 真校和假校的差異性 跟臉部哪一個肌群有關係 A 眼輪扎機 B 提上唇機 C 笑機 我笑 笑機 笑機是誰 笑機 眼 眼輪扎機 提上 A 請鎖利 妳先 因為這先定義這樣 真校 怎麼校 真校 A A A 真校 不行 好 好 來 那妳準備一下 準備一下 來 真校 這看起來滿假的 來 假校 有什麼差 都好假喔 都好假喔 斑斑石 你 來 真校 這也很假 一樣 有 有 你真校的時候 酒窩會露出來 眼輪扎機是哪 這個 應該是眼窩這邊吧 提上唇機 因為如果真校的話 應該是不會動到這邊 假校的時候 你會硬是擠壓上面這裡吧 有人研究過這個嗎 模特兒 三種校都會 可是我不知道哪個是假 因為模特兒 三種都可以很假 OK 你們要練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問我已經不準了 怎麼練了 教我們啊 就是多假一點這樣就會 多假一點 我覺得真校的話 可能會提上唇機 就是合不龍嘴 就是沒有辦法合不 笑機 對 笑得太開 完全沒有辦法控制住 合不起來的話 那我會猜逼 因為笑機一直笑著有 然後眼睛也可以 這樣可以這樣笑 可是上唇機可能要真的 發自內心的才用得到 你假校的時候 假校的時候不是 上唇機也是要往上嗎 上不去耶 像我現在就上不去耶 好難喔 對啊 上唇機 我感覺一定要很開心 那個時候才會這樣 不算這樣 對啊 不太只能是這樣的 請問我您找答案 那我記得我看過一些 研究 是說假校跟真校 你就要看它一個地方 就是它魚尾紋的地方 真校的話 魚尾紋會很深 那魚尾紋就在眼部的周圍 所以我認為 慶學兄應該是答對的 來囉 希望 你是對的 關係到三萬 請介紹 對嗎 好 我先告訴大家 這三個肌肉在哪些地方 眼輪紋機就是控制我們 上下眼皮的開合 所以是在我們的眼睛的 周圍的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眼輪紋機 那另外呢 笑機就是要笑的時候 提嘴角的 裡頭的這一條肌肉 那提上唇機呢 是在我們的上嘴唇的中間 人中這裡 叫做提上唇機 當然它都會影響到 我們在有一個美麗的 笑容的時候 都需要動到這些地方 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 有些人假笑呢 這個笑容 是不會笑到你的眼睛的 你就是嘴巴上 做出一個在笑的姿勢 但是你的眼睛 是冰冷無感的 就是所謂的 皮笑肉不笑 所以要看這個人 是不是真心地 對你發出一個笑容 就是看他的眼睛 有沒有笑到咪起來 有餘尾紋的笑容 才是真正的笑容喔 冠軍手遊 請助理 第一網路溫度計數據調查 下列哪款手遊 是2019上半年度的人氣冠軍 A 神魔之塔 B 極速領域 C 傳說對決 我的答案是 A 神魔之塔 來 起鎖定 這三個就有兩個你常玩 其實三個都有玩過 然後極速領域 玩的時間最少 我大概 我抓那個 玩得最多的時間的 那一個為答案 有點用猜的 傳說對決也不是由來 他是指2019年而已 對 上半年度 這是一個 所以 寬哥 寬哥說不是 應該2019年上半年的人氣冠軍 應該是傳說對決 對 OK 今年耶 對 傳說對決已經好幾年了 可是他一直都是人氣冠軍 沒關係啦 我可能也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 Online的股票不太漲 很少看 游戲股票聲音不太早 不太確定 然後在後面比這麼大 好的 神魔之塔 希望你是對的 請介紹 謝謝 好 長壽的行為 請出題 英國研究指出 哪種感情狀態的女性 最快樂又長壽 A 未婚無子女 B 已婚無子女 C 已婚有子女 應該是 B E 等一下還沒鎖定喔 快喔 好 一個未婚 兩個已婚 B B 已婚無子女 已婚無子女 請出題 為什麼認為是無子女 因為可能有了小孩之後 雖然小孩這件事情是 就是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你會很開心 可是慢慢小孩長大 你可能會在這過程中 很多會替孩子擔心 跟煩惱的事情 他會替一個煩惱的開心 他會多了很多的白頭髮 如果孩子又不乖的話 可是 你為什麼要已婚呢 因為 未婚不是更快樂嗎 可是我覺得已婚是 你很肯定你身邊有一個 另外的人能陪你 就是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會多了一個 感覺你生命裡 多了一個可以互相關心 然後是緊密的人 就是他是一個新的家人 我覺得那個關係也許 就像現在很 為什麼人家說結婚 一定要先就是 不要立馬生小孩 要過一段時間 兩個人的那個甜蜜期 就覺得那個甜蜜期 就戀愛 是會讓人開心的事情 來 黃玉瑋 我覺得是A耶 3 因為我覺得歐洲的 歐美的國家 他們還滿嚮往 就是自己一個人 去體驗世界 像很多背包客啊 而且你在冒險的過程中 那個腎上腺素 或是什麼都會上升 好像很多快樂的分子 會放大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很愛一個人旅行 所以 布萊恩 我覺得 以我對英國研究的 認識 有可能是C 對英國研究 因為英國研究通常都是 那種很荒唐的答案 通常就是答案 好像有道理耶 英國通常都是很荒唐的答案 對 很合理耶 你認為以婚有之餘的 都荒唐了 那我怎麼辦 好像誠哥 你現在快樂嗎 對啊 他沒有研究到你啊 你沒有被研究到嘛 好 我們開始任天錄節目喔 來喔 來喔 好緊張喔 請揭曉 正確答案是 未婚無子女 那這個研究呢 是來自於倫敦政經學院喔 他們就找了這一些 各種感情狀態的人呢 來做研究 結果他們就發現一個 很有趣的事實 就是當這些人 他們是有配偶的狀態 如果另外一半在旁邊 他們就會傾向做一個欺騙 他們就會說 我覺得很幸福啊 很快樂 但是一旦配偶不在的時候 就會說 我覺得我超慘的 就會講出老實話 所以呢 大部分來說是未婚 而且沒有小孩的人 他們的幸福指數最高 好 所以未婚無子女 英國都覺得快樂了 我想我們台灣人生育力低 也不要怪我們 請出題 英國研究發現 從幾歲開始是互動人數 開始下降的轉列點呢 小心喔 應該是C吧 互動人數開始下降 對 前面互動人數都很多 是吧 有沒有確定 我確定 你鎖定 認為他猜對的舉手 你 我好求您支持你 對啊 不好意思 可是他其他四個人都沒舉 認為是三十五歲的舉手 一 二 兩隻 二十五歲的 兩隻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 布萊恩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二十五歲 已經成年出社會了 因為其實 如果你在學習的階段的話 其實會接觸到很多社團 跟不同的人 但是其實出社會之後 你就會局限在職場 所以你開始 逐年下降 所以你職場之後 其實你接觸的人 就是你的部門的人 跟同事而已 宇文姐 我覺得三十五歲是剛好 大家進入穩定交往 然後生小孩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會比較少時間 跟朋友或者是 無關緊要的人互動 就是比較沉浸在自己 有興趣的事情 他說 開始下降的轉列點 轉列點 起都怎麼想就不是45 OK 請揭曉 剛好各兩個 開始答對 剛好各兩個 超級喔 真的三十五歲 正確答案是 二十五歲 這個是芬蘭的一個研究機構 跟英國牛津大學 他們一起來做的一個研究 他們主要是透過 不管是男女生 他們跟人際接觸的裡頭 用打電話的方式 來看看他們跟一般人交友的狀況 結果發現 現在從十九到二十五歲 這段時間是高峰期 會一直往上漲... 整到大概二十五歲的時候 女生平均比較常聯絡的人 大約是落在十七點五人 男生大約是落在十九人左右 但是超過了二十五歲以後 就開始慢慢的往下滑 因為人越成熟之後 就開始越在乎幾段比較穩定的關係 想要把自己的時間 分配在這些對自己來說 比較重要的人身上 像是一些比較普通的朋友 泛泛之交 就會開始慢慢的比較少聯絡了 因此二十五歲是一個分水力 去年 一百零七年 我的答案是 A 遺留火種 請鎖定 常常聽到電線走火 為什麼不是電氣因素 對 電線走火是它有確切地 插出來的一些原因 但是以它的量來講的話 其實遺留火種會是最多的 包括說在森林裡面的火災 或者說像煙蒂等等 我們沒有去注意到的這個火源 其實它佔的比重會再更高 你講的斬丁截鐵的結果 對 會不會 這個數據我們隨時都有在掌握 所以應該是沒有問題 隨時在掌握 好像觀看監視颱風動向一樣 對 差不多 我們要知道說到底全台灣 什麼原因發生火災最嚴重 讓我們在跟民眾宣導的時候 我們會特別提醒他們 要注意這些的安全 而且大數據 數字會說話 沒有錯 用大數據 沒有錯 遺留火種 真的是起火原因的第一名嗎 請介紹 好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內政部的數據 第一名遺留火種 佔了五千多件 可以看得出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為很多人會在室外燒垃圾 或者是這個農田的稻草 但是忘了撲滅它 所以造成很多火災的發生 那麼第二名就是這個鍋爐 或者是電器 以及第四名就是在掃墓的時候 沒有注意把這個火源給撲滅 而且我們要告訴大家 非常可怕的是 在這個一百零六年 全國的火災劍數是一千八百多件 但是來到了一百零七年 居然有兩萬八千件 暴漲了十五倍之多 造成的財務損失是六億五千萬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當心 請 注定 白號烏龍茶又稱為東方美人茶 請問東方美人的秘名 傳說跟誰有關係 A 法國公爵 B 英國女王 C 西班牙總督 B 英國女王 維多利亞 請說你 英國女王跟東方美人茶有關係 維多利亞女王 他們因為喜歡喝紅茶 那其實當時去這個白號烏龍 這個白號烏龍有一個特殊的點 就是它有那種 台灣話叫就是 它要先把茶葉的那個單銀酸 很多苦澀的二氢化水都抽掉 抽掉以後呢 你喝起來就不會有苦澀的味道 你再怎麼泡它都不會有苦澀的味道 有研究的不得了 跟英國女王有關 對 謝謝 恭喜 迅速的補充麻煩上華了 好 東方美人茶呢 跟兩個英國女王都有關係 除了維多利亞女王之外呢 我們看到伊麗莎白二氏也非常喜歡 這個東方美人茶 因為他們認為呢 茶湯非常豔利 看起來這個茶葉 在這個茶杯裡頭玄軟的樣子 就像是一個曼妙其舞的 東方美人 因此才會刺名這個茶 叫做東方美人茶 一金 企業秘密 請鼓勵 請問哪一個知名美妝企業 以一金文具為靈感來命名 A 高斯 B 花王 C 資生堂 漂亮 B或C其中一個 我選C 來 請鎖定 資生堂是 Can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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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為什麼它是易經 感覺比較中 你剛剛是唱華歌 華歌 各位民眾我們在錄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可是你剛剛 你再唱一遍 你剛剛說的是 資生堂 對 資生堂 你不能說它看起來像這個 因為我覺得 因為易經的講法是一個 沉住壞滅的過程 所以感覺跟生 沉住壞滅的過程比較類似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是有這個 幻化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是資生堂 天行見君子自強不息 對… 有沒有 飛龍在天 大地運行的道理 看龍流悔 人在高處好像走鋼絲一樣 難道不是高斯嗎 高斯 什麼邏輯 什麼邏輯 高斯 高斯 不要一直亂唱 好 這完全是猜的 不好意思 我們性平起序 對 你不要跟宇安一樣 一提信心滿滿的答案 你下去就行 好 水 謝謝 你這麼豁達我很高興 對我很豁達 請問一下 你再告白一下 我們兩個交車 是 陳真是 我們兩個交車 請揭曉 好 魏某 張華 魏某 好 資生堂的是日本第一大品牌 同時也是全球品牌的第五大 那當中呢 資生這兩個意思 出之於 易經 萬物資生 乃順成天 所以就是 這孕育著萬物的大地 其實是要讓我們發現生命之美 那它也是希望用西方的科技 加上東方的哲學 合而為一 帶來最棒的畫展品